接下来看一连串的社会案件 台北地检署侦办餐盐奶粉杀鹰案 今天下午再次提讯被害女婴香香的伯母 涉嫌下手餐盐的邹雅婷 并且临时传唤香香的母亲和大伯父出庭 让亲人当庭对职 香香的母亲说对方当面道歉 请她原谅 戴着口罩绑马尾 穿着深色外套的就是涉嫌将盐 加入奶粉的香香伯母邹雅婷 身形看起来非常瘦弱 律师周武荣表示 周雅婷的精神状况不佳 半年内暴瘦了16公斤 之前是56公斤 那现在差不多40左右 应该瘦16公斤左右了 所以体重在半年之内 急速的下降这么多 相信她的精神压力 各方面都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12号下午检方再度提讯周雅婷 侦察庭上先单独讯问香香母亲 经过一个多小时讯问后 再安排周雅婷和香香母亲当庭对质 香香母亲一看到周雅婷情绪激动 周雅婷当庭向香香母亲道歉 并厘清剪破衣服和大嫂送的熊 被丢在阳台等误会 先跟我们说对不起 希望她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基于周雅情依香香母亲还是相当关心周雅婷的身体状况 检方也在庭上进行模拟在奶粉内放盐次数汗量的多寡 周雅婷跟美甄在检官面前把之前的误会解释清楚 那本案确认是周雅婷一人所为 绝对没有其他共犯 也绝对没有什么阴谋 戴着口罩低着头的 最后进入北检的是伯母的先生 也被检方传唤作证 四人首次在庭上碰面 检方要清醒公事 加上科学办案要尽快理清案情 UDN TV李文浩刘时军 五星轮台北报道